欢迎回到有问必答的环节 这一节我们会和要塞正圈研究部局经理陈伟聪 Jason解答家庭观众的问题和股市的示范 Jason 你好 是的 施奥 你好 好 看看我现在最新的情况 升幅又扩大了 升了超过102点 在做22,684点 国企指数不过继续要跌 跌46点 做9948点 大市成交比较淡薄 只有472亿 Jason 看到这样的成交额 我自己就不太喜欢 升百几点上来也只有这么少 22,700点的阻力 杀了红正之后 无意为计 暂时的市场可能要休息一下 毕竟你看到上星期的低位21,700左右 就抽上来 去到现时22,700 其实都升了接近1,000点 短短一个星期里面 升了1,000点上来 在这些位置做一个整顾 都是相当之合理的 当然 你说成交今天就弱一点 但是不要忘记 你说在过去那三天 其实市场抽上来 成交普遍都有一个增加 还有今天虽然你说市场不是怎么升 但是你看一些个别的板块 包括科网股方面 都有一个相当之凌厉的一个升幅 可能反映资金都开始重新捕捉 这些本身之前被人沽得比较厉害的 概念性的股份 或者一些国策受惠的股份 反而你说一些之前 都叫做受资金追捧的避险类的板块 包括说一些电讯类的股份 今天都是有跌幅在这里 所以都可能显示 现在的资金都会重新有个换马 之前避险的板块 现在的钱就流出来 去一些高增长 或者比较值是比较高的股份上 这方面都反映了整个大市的气氛 都不算真的这么差 看到正如你所说 今天网游股表现都不错 我们一位家庭观众 他就是想问这个网游股 为什么旁边有金小姐 金小姐 你好 是啊 你好啊 你好 是啊 我想问 440我差不多31元这边 我买了少许 我想追换货 20几元 因为那时候我没有追换货 我怎么以为是有追换货 明白 看到440运游股 现在今天就跌了百分之 天远跌了5000下来 在做三十一个半 但其他科网其实做得不错 好像IGG 都升了接近百分之九 腾讯就不用说了 今天就是领先的蓝筹股 看到现在面对的难题 就是31元 之前买了货 之前没有追换货 现在应该怎么做呢 这只股份坦白说 我都觉得真的不值得追换货 即使之前最低下跌 28元以下 好像在那些位置有支持 然后再弹上来也好 但实际上 我都觉得这只股份 本身在基本面方面 都是一般的 最主要的问题 都是说比较这么多 不同的网游股也好 或者是手游股也好 这家公司 本身在新产品的研发方面 在今年来说 还是比较弱一点 没有什么新机去推出 再加上它在过去几年之所以 有个比较高的增长 都是很靠网页游戏的带动 但你说去到今时今日 现在内地的年轻 就算是打机也好 都很多就开始转去 就玩回一些 就是手机游戏的 那变相如果你说 就是单靠那个网页游戏 来到维持的增长呢 我相信这个步伐 就未必可以保持得到的 那你说它 未来能不能够 可以由网游那边 转回去做手游呢 就算你说得都好 但是面对竞争 包括刚刚所说的腾讯 这种货币的 其实都是主力去打手游市场 所以到时候你说 云游加入整个战团里面 是不是真的有个优势在这呢 那这方面 我都觉得是有点点担心 那所以你见到去 为什么呢 在这么多个科网股 网游股里面呢 它那个表现就零零色色 是差个人的 就算你说这一阵 它有个反弹也好 但是你见到它 今日上去三十四元左右 都已经是顶住了 反映整條二十天線的阻力 不是那麼容易可以突破到 所以現階段這些位置 我就不建議你再溝貨了 但見到正員所說 整個板塊都做得不錯 如果真的要駁科網股的話 騰訊可能現在都叫大成家上來 IGC有升了超近百分之十 其實看到他們長線的股價 其實都是一路反覆回落 近期有些反彈 但似乎很多投資者 這些人現在收到很多觀眾的電話 他們都很想趁現在 覺得現在方網股很便宜 騰訊按照計算 現在五百多元 好像很便宜很便宜 很想買減價大籌賓的感覺 這個時間衝進去 會不會風險很高 這個板塊在去年炒得興奮 為什麼投資者這麼想買 和覺得現時的價位這麼划 以騰訊為例 你說它的股價 上年最高都炒到六百幾七百元 所以只不然你說這一股跌下來五百元 那當然覺得很划算 因為他們拿著那個心態 和上年那些高位來比較 你說金山軟件同一個道理 你說上年都是炒到慶合合 去到今年三月份 最高都上過三十三元 你說現階段落回來二十多元 當然是划算 但是始終你說做得網友 或者這些相關軟件的業務的公司 本身都是有個波動性 特別你說做遊戲為主的公司 剛剛說的混油 IgG 或者是博雅這些 都是有同一個性質 就是說那些遊戲 一推那一下可能很好玩 可能過幾個月 那些人有個熱情冷卻 開始轉玩其他新遊戲的時候 其實對於他們的收入 就會出現一個相當大的波動 萬一如果他們不能夠 每一個月或者每一個季度 都能夠推出到一些 好受歡迎的Games 其實到最後那個業績出來的表現 都未必說會真的太好 所以如果你問我 真的要在這個科網股上面去挑選 我自己都真的偏向 就挑選一些比較多元化的業務 例如騰訊 或者金山這些 相對就比較穩陣 反正如果你說 主力集中做遊戲的業務公司 我自己覺得就未必說 真的有個太高的直播率 今天你在市場銷店 一定要講講中信貸富 中信貸富公佈了更多 他們引入策略性投資者的詳情 都可以說是星光陰陰 有幫保險 卡塔爾控股 彈馬石 工銀國際 中人壽 個個都是顆顆巨星 但見到其實這樣 引入這些投資者之後 都要再集資多三百多億 你覺得如果投資者 即我們散戶投資者 當然我們不是星光陰陰 散戶投資者 最後十三個多時間 買中信貸富 直播率有多高呢 其實我覺得中信貸富 這次集資 雖然你說三百多億 好像很厲害 但不要忘記 他之前訂立了那個 deal 要收購中信集團的資產 牽涉金額 都差不多2200億以上 他之前都說明 除了他要做發債 和向母公司配股之外 亦都要在市場上公開去到集資 包括你說今次所做的 這三百九十五億的配股集資行動 其實都是代現那個方向 正如剛剛所說的 今次去那個配股 主要那些摺投人 或者真的肯買去貨的機構 全部都是一些很大型的基金 或者一些國有 相當之出名 和大規模的銀行 甚至乎你說看到外國方面 例如大馬錫 卡塔爾的主權基金 甚至乎你說東京方面 有些的長線基金 都是去到入股的 變相大家都對於 中信貸富未來 收購之後的潛力 都仍然看得比較正面一點 而且都記住 說到配股價方面 仍然都是定在大約13.4毫領 無論是配給這些 基格投資者也好 又或者之前去配給阿媽 即是中信集團方面也好 都是以這個定價作為標準 所以我相信短線裡面 就未必那麼容易穿這些配股價 所以如果你說純粹炒分一個 就是中短線部署 薄它接下來 真的能夠成功收購到資產 兼且令到股值可以提升 這些位買其實都還是有個 上升空間在這裡 當然上面就不要這麼快 看回之前高位16.5毫 但你說看上去大概15元這些位置 其實那個機會都是挺大的 其實這些是雙面印來的 它買得自然就會有個時間 就會沽了 好像記憶猶神 大家都好像之前 高盛都沽了健康 公項股份出來 大家都覺得 你一解禁的時候 沽壓就會很大 其實中信貸富 都可能會面對這個情況 所以我們都要留意 通常你說一般這些大型的 經濟投資者 去入得這些股 都會有一個禁售期 一般來說 都會起碼有半年的時間 就不能夠沽了 你說過了半年之後 一旦如果你說它們出來的 業績都一般 又或者那些銀行方面 都需要資金來補充資本 到時候去減遲 其實都真的有這個機會出現 所以這隻股份 我都剛剛講過 就以一個中短線部署 盡量在禁售期之前 就先走貨 一旦如果你說過了禁售期 半年之後 見到有些機構開始減遲 到時候散戶都應該要走一走貨 好 我們電話旁邊 有另一位家庭觀眾 想Jason解答一下他的問題 電話旁邊有鄭先生 鄭先生你好 喂 在這裡 你好 到你了 你有什麼問題想問Jason 2369 本身你有沒有持有的? 有的 我遲了幾次 我四個半又買過 然後兩個九十八又買過 現在要先走了 還是怎樣呢? 好 看回 如果假設四個半又買過 兩個九又買過 平均價大概三個左右 和現在這個位置 應該有些少少利潤在手裏 見到今天股價反彈 接近一成 去到三五百毫二這個位置 公司就計劃推出這個盒子 這個消息就彈上來了 連星三日技術走勢上 我都很喜歡 你又怎樣看呢? 如果你單看消息面 或者推出這個 紅派盒子 可以看電視 其實就不是什麼新鮮 你說小米、樂士等等 其實都有相類似的產品 其實大家的性質 都是大同小異 沒有一個很特別的地方 所以你說會不會因為推出這個盒子 可以令到它的收益突然之間大增呢? 我是有少少保留的 如果你說回到主要的手機業務來計 仍然都是面臨一個相當大的競爭 雖然你說它出的4G機是不差的 但是無奈 當整個市場 特別是國產品牌的機 都不斷要劈價才能夠賣得出呢? 變相對於Coolpack這個品牌來說 亦都一定要加進這個減價的戰團 所以到最後你說會不會出貨量是達標 但是真正賺到的錢 那個Profit Margin方面 都未必是真的可以符合到市場的預期 所以如果你說看股價連續 這幾天都叫做彈了上來了 當然在那個形態上面 技術走勢上面不差 但是都要留意的 始終在業務的壓力底下 我相信未必那麼容易可以回到5元樓上的位置 如果你說都拿了兩層貨 其實都可以考慮 讓它這一層再衝高一點 去到50天線 約4元邊這些位置 就可以減持一部分 鄭先生可以考慮 鄭先生可以考慮在4元這個位置 扶人減持 好 我們聽聽家庭觀眾的電話 電話旁邊有黃小姐在這裡 黃小姐你好 你好 我想問一問是992 我8.9入 現在到這些位置 走好還是30多分 8.9入其實今天 聯想的股價都升了超過2.3% 還有8.89這個位置 其實還剛剛和黃小姐買合價差不多 可能虧了少少收續費 如果現在買的話 看到今天好像剛才所說 2369 他們這樣 這些硬件的股份 今天做得不錯 不知為何 近來很多投資者 喜歡買這一類科網 或者買一些關於電腦 手機這些股份 所以 其實近來這類股份 股價都真的不差 那你說992都好 就是之前 上個禮拜最低 就落去大概8.2 那你說這一陣 彈上來 其實他的走勢 就相對 比剛才的2369 都不是說真的差 你見到一些平均線方面的阻力 都能夠是可以 成功是穿倒了 如果你說看回 在短期之內的股價 能夠站得穩 在8.8樓上的話 那我相信 接下來進一步 就是挑戰 就是4月中那些高位 9.5的機會 都是比較大些的 所以你現階段 如果你有貨 暫時我都覺得 可以再等等 畢竟你說聯想 本身的基本面 不是說太頑的 只要你說之前跌下來這一陣 主要都是因為 就是去收購MOTOROLA 大家就擔心 短期盈利會受到一些壓力 所以就扯了股價下來 但是你說這個消息 都應該是七七八八 是消化了 那你說現在去到這些位置 我相信 可以再提高一點點 不妨等股價上去9.4 9.5這些位置 才考慮去到減榜 或者去食戶 是很大機會 挑選補回年齡 10元那個機會大不大 那一個是有少許難度 剛提到 那一刻跌下來 因為大家怕收購MOTOROLA 之後令到盈利有很大的損害 和讓到超級目標方面 也有壓力 所以我相信 這次升未必一下子可以補整個裂口 上10元樓上 所以短線我自己看的目標 都是拿著大概9.4、9.5元作為一個食股價 好,這節多謝Jason 為我們分析了這麼多股份的前景 剛才提到我的股份有沒有持有? 沒有持有的 好,這節時間來到這裡 待會會到全日總結的時間 待會見